好 主播观众陈佩奇今天受到专访时特别公布了账户明细金流 他说明了从2016年父亲过世到现在较大的金流 总共1628万都有跟检方招待 那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他今天要向大家报告他们家的钱都是正当清白的钱 面对外界与部分媒体的质疑数字满天飞 陈佩奇也表示他自己个人的认知是 这些钱如果是不明来源或是犯罪诈骗所得才需要洗钱 那他也非常惊讶自己的存提款动作竟然跟洗钱画上等号 至于存折全部被检方扣押 陈佩奇表示这阵子跑到多家银行申请交易明细表 首先是陈佩奇的母亲在台湾银行账户明细 还有陈母在邮局的老年年金账户 陈佩奇指出自己的父亲在2016年中过世 母亲继承遗产之后都是由陈佩奇全权负责照顾母亲 包括存折提款卡印章都是由他管理 而且都有获得兄弟姐妹的答应 那另外呢针对媒体外传的四度更改公词 为何检掉最后产生不信任的联想 陈佩奇也说自己并没有更改什么样的证词 而且说法都跟当天与检掉的内容相同 对于他为什么会透过ATM提领与转账 陈佩奇透露这是他自己过去个人的习惯 有些人或许会觉得很奇怪 但因为他本身有一点知名度 有时银行人员会想给予礼遇 但自己并不想认为是特权 加上用ATM也不用等银行开门时间 比较自在 那另外针对保险箱一事 陈佩奇也说明是爸爸妈妈在他结婚的时候 给的一些金式嫁妆 婆婆送的一些玉器 还有小孩出生 时给的一些金属片等等 就是放那些东西 但他也说不否认 自从先生当了市长后 也觉得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工作 是有放一些少量现金在里面 以备不时之需 那金额分别为50万元 陈佩奇也说低银行的保险箱 是他的 而且他有跟小孩说 如果出事的话 可以有50万50万可以用 但针对保险箱的事情 陈佩奇也忍不住抱怨 昨天去开保险箱的时候 简连友特别交代他 不可以跟媒体讲 但是今天媒体却跑来问这个 他们带他去开保险箱的时候 还特别交代这件事情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 陈佩奇上专访节目特别透露 他的保险箱都是他的 那他也同时的抱怨一些事情 以上等我这消息把时间镜头 召唤从内 好 陈佩奇今天在专访当中 秀出了这个明细表 告诉大家 他们家总共有1628万的来源 分别在五大金流 大部分都是薪水 以及遗产还有少量的收入 检方现在要查柯文哲的金流 昨天就传出跑到了第一银行 去搜陈佩奇的保管箱 果然陈佩奇的名下有两个保管箱 总共有百万的现金 今天陈佩奇解释 他说分别是留了50万要给小孩的 但问题是钱为什么要放在保管箱呢 为什么不直接放在账户里头 那么就算是要应急 那么一定要放在保管箱吗 似乎也不是那么的合理 今天下午检方也约谈了端木正要厘清 贾账案跟金华城案之间 是不是有金流的关系 所以下一步交会约谈 陈佩奇以及三名子女 戴帽子 戴口罩 他是卷入政治现金贾账案的 会计时端木正 这一度依未遭文殊罪 依被告身份传唤 迅后请回 检方紧迫政治现金案 这也是目前柯文哲涉入的 众多弊案中金流最明显的案件 要从中爬梳有没有其他案的影子 传唤端木正来厘清 同时也锁定柯文哲和他的妻子儿女们 检方为了厘清金流 11号下午来到银行的总行调阅保管箱 以及租用的记录 里头甚至发现查扣了有百万的现金 甚至还有论钱包 现在就是要来厘清到底是登记在谁的名字下 对此陈佩奇表示 易营的保管箱就是他的名字 外传就在第一银行总行 距离陈佩奇任职的联姻车程不用10分钟 下班用保管箱很方便 检方复制扁案模式查密 毕竟陈佩奇如同潜在被告 仿佛当年的吴淑珍 本人变成了一个名人之后 我就很少去柜台了 用一个机器对我来讲比价没有压力 但陈佩奇却被钟小平爆料 说有民众看到他在10号 曾经到易营的信义分行林贵洽工 但根据了解联姻的新转户并不是易营 陈佩奇的金流除了在其他银行还有在哪 监方不排除后续会约谈陈佩奇甚至三名子女 因为科家子女都在日本美国 金流恐怕在海外 而且是走加密户币 你有多1500万吗 只用银行保管箱不用纳税不用登记 检方得先把和柯文哲相关金流逐一比对 政治不排除保管箱不止一个 消失的金流去哪了 有没有汇款 即将介绍 东京协 卢品龙 姚亭婷 天北报导 现在简连到了银行 去查扣神秘的保管箱 就是为了追查柯文哲 跟他们亲友之间的金流 您可能想说 为什么要把钱放在保管箱呢 其实不少的长辈都有这样的习惯 就是能把金条跟私房钱等等的财物 放在银行保管箱 主要的原因不外乎 就是因为隐秘性比较高 保管箱它只会记录客户进出的时间 但是里面到底放了什么东西 他们是不会记录的 所以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而且就算不是本人 你只要拿着原来的硬件跟钥匙 就可以进到银行开箱 所以我们也很好奇 保管箱可以放多少现金呢 今天我们实际开箱 光是三乘以十英寸的保管箱 就可以放进四百万的现金 整排保管箱各种尺寸 摆放不同物品 上头标注编号 还有双头锁 保管库厚重大门 保安系统严密 这就是银行的保管箱 有人放黄金 也有人放地气 甚至遗嘱 实际上银行的保管箱 最常见的就是一种三乘十 以及五乘十的大小 以三乘十来说 大家都放些什么 专家透露 很多人都会放黄金 首饰或者是现金 那以三乘十来说 最多可以放到将近四百万 业者透露三乘十大小的保管箱 可以放四百万现金 最大的时辰十 甚至可以摆进千万元 而现在柯文哲保管箱 遭到检方查控 难道里头藏有 不能说的金流秘密吗 政商人士 他可能把他的秘密账本 就会放到那个地方 他们可能要做一些 见不得光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通常会用这个管道 因为一命性高 只会记录客户进出时间 以及放置物品类型 实际放了什么 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管制区内有摄影帝 警报系统甚至搭配生物辨识 得通过层层关卡 才能进到客户的保管箱 甚至人一旦进到里头 就没有监视器 保有隐私 使用多少的时间都可以 那在这里面来说也没有camera 就是说他也不会知道说 你确切放了什么东西在这里面 银行保管箱尽管不是本人 只要持有原流硬件 钥匙就能进到银行开箱 追踪保管箱每一家银行 收费不同 费用必须看使用的尺寸大小 以华南银行来看 半年期约1050到7500元 预算银行450元到2400元 第一银行750到15000元 而放置的物品不能是危险物品 危险物包括枪炮毒品 亦然亦爆物 但业者透露保管箱旁设有整理区 使用者放了什么 其实没有人会知道 既有极高隐秘性 银行也会尽可能保护客户隐私 保管箱的出现也让金流遗云再扩大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总部报道 柯文哲有没有不明金流 现在还要调查 但是现在同时也要看看 他到底是不是刻意针对了 金华城案来放水 因为柯文哲的讲法都是不知道 他刻意的不提出抗告 就是希望检察官两个月之内 绝对要查出真相才行 所以北检在今天是二度 借提了彭正生 同时再传当时的都发局长林周明 就是为了厘清 柯文哲是不是明知 容积奖力过高违法 却直以为之 不过现在看起来 全部柯市府的下属们都咬着 柯文哲绝对知道 柯市长要认罪吗 会转污点证人吗 彭正生被羁押 禁见11天 遭到北检二度提讯 他都出神秘微笑 或许就是因为地检署有冷气 同一时间委任律师黄品松也现身 假设彭正生转为污点证人 攻出实情 金华城的弊案 案情就会明朗 就是代定豆浆 豆浆 这是他指定的吗 是是是 那还有什么样的菜是不是 其他的菜没有准备 被检方借题三个小时 彭正生回到看守所 除了要律师帮忙买日用品 还要喝豆浆 另外检方12号再次传唤 柯市府官员 局长不好意思 今天怎么会来北检 是那个针对金华城案 还是什么案子 传你来作证吗 时任督发局长林中明 从上午10点开始 接受检方讯问 超过6个小时 检方一字一句都得问清楚 因为林中明在金华城 争取超过百分之五百六的 农机律师 他曾经提醒柯问哲 如果要按照应小为的意思走 放水的话 恐怕会涉及图利罪 因此检方要厘清 柯问哲是不是早就知道 农机奖励过高 却执意为之 柯市府第一个副市长林清荣 当时就反对金华城农机案 而台本市前副秘书长李德权 也曾经在公文里面批注 提醒柯问哲 农机奖励有事法性的问题 至于都委会执密少秀沛 率先向检方坦承 金华城不是都根区 确实是透过变形的手法 取得荣机奖励 检方在找来前都发局副总工程司 袁卢怡 这些人的共同点 全都是柯问哲的下属 同样都提醒过柯问哲 金华城恐怕有图利问题 柯问哲向检察官放话 在他羁押两个月期间 穷尽一切调查义务 如今北检拼命查 再度约谈相关的证人 还有被告紧追着柯问哲 一句不知道 东森新闻赵一姐 温彦君SNG小组台北报道 柯问哲图利可能是逃不掉的 但他到底有没有收费呢 警察怀疑 审慶金是利用了澳门赌场的筹码 变成汇款 转成虚拟货币来行贿柯问哲 所以才会找来了 有金流高手之称的检察官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柯问哲 会紧急委任新律师肖逸红呢 因为肖逸红不是只有司法专业 他还是通过认证的白毛駭客 律师 柯问哲委任律师肖逸红 走进台北看守所要绿舰 先前柯问哲准备二度鸡压停时 找来他加入王牌律师团 他不只是律师还有自安专业 肖逸红律师从工程师转读法律 担任过检察官和法官 更重要的是他有白毛駭客的背景 曾担任过资安大会的讲师 智商157的柯问哲很懂区块链 检调怀疑省信金从澳门赌场 洗出汇款转成虚拟货币 因此紧急加入金流高手陈文景检察官 要来破解虚弊金流 柯问哲派出白毛駭客见招拆招 因为虚拟货币到了境外 他的流向其实就是一些IP的电脑记录 那我们国家因为没有外交的协助的部分 所以要把这个电脑记录连接到特定人 以及后续流向的追查 这个都是非常困难的 嘉宾货币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如果他中间没有太大的交易的过程 或流程的话 事实上非常非常难受源 第二件事 检警方有没有办法掌握 科文哲的海角恩义到底在哪里 尤其他的子女们在美国以及日本 金流恐怕已经在海外 北建的金流高手和柯文哲的白毛駭客律师 从实体法庭攻防达到网络需臂站 东森新闻林泉灿山的台北采访不到 好 投票话题先来看到 北简追科文哲金流传出 在柯家人的神秘保险箱 找到上百万 最近消息 陈贝奇坦诚了 他说这个是保管箱 是他本人的 他说总共两个各放五十万 是说万一有事的话 也要给小孩集用的 他也没有否认在ATM存款六十多次 总金额六百多万 还说一年一百万 其实分十次真的很合理 另外也提到科文哲的爸妈 说科爸要化疗 很担心他接获这些消息撑不住 检验专办金华城案追金流卡关 决定复制昔日的扁案模式 11号下午就来到银行调阅 保险箱还有租借记录 要同步理清 调查金流成为首要关键 清查对象不只有柯文哲 包括妻子陈贝奇 以及三名科家子女 还有同案被告 彭震生选信经应小微 无顺民等人 他们的名下账户 检方将逐一比对 还要查有没有卷头账户 你有多一千五百万吗 柯文哲卷入五大弊案 统统跟贪污有关 再加上调查局办的 政治现金假账案 调查官也加入一同向上追金流 锁定银行保险箱一笔一笔调阅单据 带回寄存物品 但究竟里头存放现金珠宝货账册 甚至是冷钱包 消失的金流庞大 智商一五七的柯文哲很了解虚拟货币 有没有存放冷钱包也成为追查重点 小额领财那是因为我从2014年之后 本人变成了一个名人之后 我就很少去柜台了 用一个机器对我来讲比价没有压力 那我不要想到说我这种 用ATM理财的方式 变成人家离知我罪名的一个证据 才说不敢到银行零贵只敢去ATM 但怎么还会去使用保险箱 似乎有点矛盾 如同他说这些钱是首尾钱 稿费演讲费 一下又说是小额理财 但金额怎么样就是对不上说法 变变变 这之中有没有汇款 答案即将税落实出 东南学路线的邀请提笔报道 不管你的断点 设得多严密 防火墙设得多好 那这个保险套不住你任何这个犯法 恐怕柯主席自以为的天衣无缝 全被简连搜出马脚 根据林传媒报导 柯文哲金流有重大突破 检方透过凭证分析 和金管会系统交叉比对 到银行调阅保险箱和保险室租用记录 而且对象不只柯文哲 包含妻子陈佩琪以及三个儿女 全都要查 检掉不只努力的查 还查到柯家人那里去 方案相关的硬碟 还有一些可疑的文件 或者是一些假的证件等等 都会放在这些保险箱里面 包含一些不法资金 到底保险箱里藏有什么 让过去主打公开透明的柯文哲 不惜神神秘秘 再加上银行的保险箱不会出现在 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平台上 金融联合征信中心也不会有记录 也或许柯文哲就是看准这点 以为只有自己知道 银行知道 没想到现在检方也知道 把柯文哲的金身再次砸碎了 公开透明底下藏了多少的藏污纳垢 陈沛琪拿了六百多万 分了六十几次分别存入到孩子的账户 假借小孩的人民要把这些钱洗出去吗 如果洗到国外去 那真的就是柯家的海角恩益啊 简连顺藤摸瓜往上追 从金流追到保险箱 和2008年查陈水扁贪污案时 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 两人同样都和妻子扯上关系 当时陈水扁妻子吴淑珍 透过银行保险室存放高达13亿现钞 如今简连查出柯家人神秘保险箱 会重现阿扁的海角七亿 还是有其他更不可告人的秘密 能确定的是柯文哲的信誉 早已被自己践踏在地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柯文哲与神庆这一秘会地点曝光 就在新医区超级豪宅桃珠影园 两人交情也牵动金华城案 是涉嫌图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各界都在等检调厘清 两人交情有多深 见面都谈论什么 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就爆料 他们至少见过三次面 附近的选民来检举的 新医区的嘛 对有料我们就去报 钟小平强调是有民众向他爆料 柯文哲去过桃珠影园三次 分别是金华城执照通过这段时间一次 选前一次选后一次 钟小平会这么呛 全是因为自己提出这个说法 结果却被民众党反栓 叫他拿出证据来 但不管如何 如今消息曝光的越来越多 对比先前柯文哲这段话 感觉格外讽刺 柯文哲当时只讲选后不讲选前 是否刻意回避关键 挤压高的说法 只会让各界认为背后另有引擎 钟小平可以先回答一下 以他的老经验赚个几亿怎么赚 民众党秘书长大力回呛 只是这件事情 国民党议员有时会和民进党议员简书培 也接获勤资 直指柯文哲不止去桃珠影园一次 也让外界质疑 桃珠影园官网上就自己写明了 数字象征66大顺一路大发 见招号码巧妙6668号 自称大级数字以此稀有汇聚 说是要让住户永保富贵 但现在被爆这里是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一次三度会面 深庆经的地点 来到这里见威京小婶 难道就能富贵吗 这富贵怎么来 有没有涉及图里正在调查中 但网友开酸 一般民众选车牌 威京小婶有多威 他选见招号码 清华广场9999 也被酸要盖到天长地久 外界质疑 见招通常都是流水号 特殊选号怎么来的 难道有专人打点吗 对此台北市建管处指出 一般号码不选号 就是一顺序编流水号 像6668这个号码 是属于三请人自选的 他必须支付五万元 才能选用这个号码 那另外所谓的9999 这个号码 它是在我们特别号码里面的第一级 所以它的费用是二十万 选号另有规定 特殊建造号码很抢手 还分三级 要选连号 价码还真的不便宜 外面地点挑在满满吉祥寓意的 桃筑引渊自称最佳风水宝地金斗穴 如今却也难保神庆镜和柯文哲 现在涉及非法被调查 一切知识浮华 今天六月七号 众望基金会做公益 一行人手拉布条留下合影 也留下更深的问号 发问的人就是照片正中间 基金会董事长 柯文哲亲信李文宗 文宗念名感谢余文 佑翰 林轩 也被媒体人姚慧珍质疑 这三人在柯文哲申报监察院 进办支出门夕中 领着政治现金支付的薪水 是否同时身兼基金会成员 领两份薪 我过去确实在基金会任职 不过早就已经转任到 民众党的党部 所以从过去到现在 都没有领两份薪水的问题 都要符合法令的规定 基金会也有办活动 也有到关怀弱势 对 我知道是有 民众党民署长回避的问题 就是众望基金会 两年来支出将近千万的人事费 若人员都是志工 支出从何而来 是否涉及掏空疑虑 民众党把与众望基金会的关系 推得一干二净 邓董事长是身兼莫可负责人 时任进总财务长李文宗 民众党副秘书长徐甫 又被捕捉简连要进入 台坡大楼搜索时 疑似持有基金会办公室的钥匙 对此徐甫解释 当天是询问主席办公室幕僚 才得知密码进入 但人无法解释人员高度重叠 事实摆在眼前 党的这个金库通到木可 通到众望 木可公司或者是众望基金会 是不是柯文哲 他是用来来洗钱的一个公司 或是基金会的一个管道 因为毕竟这个众望基金会的 成立的时间点真的非常的巧合 是在11月2号 就是这个柯文哲神秘USB的 Excel表1500 11月1号1500之后 太多的巧合加上各个回避的态度 加深了各界对于民众党 心虚的质疑 东森新闻之中心综合报道 随着柯文哲金华城 弊案扩大 另外在他任内通过 设计招标的 雨果市场改建案 在5月就被议员踢爆 涉嫌利用减项发包 涂力得标的 微金集团子公司 中华工程 现在检调也正式 动起来追查 4名议员因为爆料 遭到中华工程提告 妨害名誉 12号上午出庭 受访时直接开酸 政府预算不够 就不用打中点充判子 5加5的大楼 我们就可以因应雨果市场的需求 或是我们的预算 政府就觉得应该做到这样就好 还多给那么多工程款 跟追加预算 我觉得是不对 议员痛批 柯市府以检像发包的形式 把部分楼层检像 让中华工程顺利得标 又在合约记载未来要把 减掉的楼层再盖回去 也因此后续工程 一样是由中华工程来做 未来追加的预算 也当然是落入他们口袋 估算预算多了50亿 中华工程大概可以拿到12亿 这样子的这个差价 那就是赚到的钱嘛 再加上重要的基电 瓦斯消防甚至空调 都在追加工程的楼层中 接任的蒋市府 如果不追加预算的话 雨果大楼恐怕变成烂尾楼 所有的台北市民能够接受 花125亿 结果盖出一个半成品吗 与其这个浪费时间提高我们 不如多花一些资源 去想策略跟请好一点的律师 看可不可以省信金转污点证人 赶在中秋节之前出来 跟大家一起烤肉团圆 柯文哲逼案产宣 除了精华诊案 还有政治现金 假账遗云 北市科案 雨果市场改建案 这回检调大动员要把这些弊案 一次查个清楚 东森新闻林权 赶在台北采访不到 要来给大家看看 所有的公文里面 柯文哲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卷入司法风暴 再压台北看守所 市议员苗博雅 透过直播表示 柯文哲在市长任内 曾经盖下关键的四个章 利用特权 开放特例给金华城 柯文哲盖章了 速审速决 因为柯文哲看过这份公文 所以柯文哲知道 监察院讲的是560 什么时候知道 2020年3月10号 就是他跟应小为 每次便当的那天他就知道 结果他只是什么 破天荒 第一次为私人来 研议一件农机案 苗博雅抨击 这是柯文哲 左手打右手的互搏之数 尽管台北市政府的 都发局上签 如果没有任何理由 自行与金华城和解 就回复楼地板面积 容机率为678% 恐怕无法说服社会大众 有徒利金华城的争议 而柯文哲在金华城 所盖下的章 包含了公开展览 以及发布都市计划公告 虽然最后一个章由彭震生 带柯文哲盖下假章 但也是因为如此 让金华城顺利拿下了 20%的容机奖励 如今金华城容机案 成为社会焦点 后续究竟如何 人民都在看 东正新闻综合报道 好 没错 原本今天一度传出 柯文哲会不会被二度提讯呢 因为在这礼拜二的时候 也是彭震生早上问完 下午就换了柯文哲 尤其这几天陆陆续续 证人们也都到了北检 来做一个讯问 大家以为今天 以及外面的一些传言 都认为柯文哲下午会来提讯 但是在今天下午的囚车 我们发现柯文哲 并没有被提讯 而反而比较有趣的画面 是在北索这个地方 由于柯文哲没有被提讯 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这是柯文哲的委任律师 叫做肖逸侯 他在下午一点半的时候 来进入北索来申请律见 找柯文哲原因有很多 当然就我刚刚讲的这些 包括了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陆陆续续有很多的证人 来做一个说辞 尤其都针对于 金华城的容积率 未来一进这个地方 会做一个攻防 所以律师今天 律见的方向 恐怕都往这边走 好 这个是律师跟柯文哲的部分 那对于检方来说 现在只能说多管齐下 像今天早上 你看到画面是 前台北市的都委会的 都发局的局长 叫做林周明 林周明在早上 大概十点多的时候 来到了北柬 这也是他第二度 被约谈当作证人了 但是时间点 既然拉得比我们想象中的 还要长 等到了彭胜胜都被还压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相关的人等 根本就还没有被来离开 尤其是林周明的部分 在中午过后的这一段时间 原本想说就会离开 但现在整个约谈证人的部分 都还在继续 会不会是有些 现在已经进入到深水区了 有些地方是除了公文之外 有些细节的部分 这个是要把问林周明 要把他问清楚的部分 等到全部问完之后 再一次把柯文哲借题出来 拿大家的说词去问柯文哲 这其中到底有没有说谎 好 检放的第二步是什么 还有证人 证人现在我们有得到消息 是北极站这个地方 传了两名的证人 但是是什么样的案件 目前不得而知 但是很明显的事情是 都跟柯文哲 恐怕跟金流是有关系的 因为现在检方 巩固图立证据之语 现在更要是追出这个金流 这两名证人的身份 到底是如何 他到底在这个案件里面 存在有什么意义 也是未来 我们可以观察的重点之一 好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 最近情形 把闲镜头还给棚内出播 好 主播各位观众 下期的所在位置 在北极站持续的 但你关心柯文哲 身陷的多起重大弊案 而在早上的时候 北极是针对时任台北市 副市长彭震生 是有二度提训来 他到北极来接受应训 而在中午之后 现在又传出疑似是有针对 柯文哲政治现金风波 是有罪传两名证人来约谈 而外传一度是有传出疑似 是时任柯敬总的财务长李文宗 但是为什么可以看到的是 检方从金华城案 是一路查回了木可金流 是不是代表说 可能他们认为 这中间有交错的金流呢 也就是代表说可以看到说 当时其实一度有 因为柯文哲 一开始开击压庭的时候 检方也有回应 是有发新闻稿 是说他们是有全盘掌握 搜集了证据之后 才会来决定侦查的讯会顺序 也就代表说 检方其实不只是 针对金华城案 又一路在同时追其他的弊案 这代表说他们可能是怀疑 中间有错综复杂的 交流金流的部分 而现在在约谈了两名政治现金的证人 也可以看代表说是一路 从金华城查回了木可金流 代表现在柯文哲 疑似现在检方是不只 想要谈的是贪污罪的部分 还是想要掌握的是关键事证 以上是我们掌握最先要起 把星期投销还捧那一支播 我们下期见